吱吱版本 哈囉大家好 我是Vin的 這段時間因為台韓版都沒有太多變化 所以如果有部分小更新或者活動 就不特別為了刷存在而發影片 會直接在最新影片下方留言 所以各位不定時可以秒一下 今天來講講韓版5月11的更新內容 後面會提一下台版的更新內容 由於目前原廠主力都放在日版的在地化 所以這次不論台韓兩版都沒有太多亮眼的內容 新增公會突襲BOSS 阿努比斯 而舊的公會突襲在擊敗後會額外獲取500公會貨幣 追加新的第五層公會狩獵場 尼爾坎塔追加151-200層 每日委託調整並新增分類 將釣魚、採集、納入、輪盤活動 每日完成相關任務可以獲得一次參加機會 每參加10次後可獲得一項額外獎項 增加販售、生產、隱藏任務跟掉落的服飾造型 其他BUG跟UI更新 例如參加競技時不需要再退隊了 提高潔夫跟祝福的掉貨率 台版更新 雖然目前黑局已是放棄治療的狀態 但為了還在堅持的戰友們 還是要更新部分情報給各位 而目前台版預計在5月13號更新 暫定更新內容會有4張新定圖、新組成跟3張狩獵地圖 妹弓們又有新奇的寵物可以去捕獲了 突襲時裝更新 以及下耳的造型 我是不懂不把其他剩下造型放出來的原因啦 新增突襲、單人、多人副本各一 而其中賽斯的迷宮 寶箱中有低機率開到奧林帕斯服飾造型 而這次更新是否還有修正部分職業技能 例如聖騎士、女神的恩典、HP恢復效果追加 雕刻師、飛燕技能追加debuff、被動暴率調整等 目前台版連更新後都不清楚有什麼的情況下 還是只能等改版後才能揭曉 而收集冊跟夥伴系統之前有介紹過就不多提了 最後補充一個原本韓版情人節的藍玫瑰活動 又被冒充來當母仙節的故事 好啦都說放棄治療了 都不知道從何吐槽了 而該任務開啟以藏條件為 採集地圖上的玫瑰花 有低機率開到一個道具 之後再跟組成裁縫師維歐拉完成後續任務 以外話前幾日日服剛結束封閉測試 也可以明顯感受到台日兩版的差異 日服是直接使用超前目前台版的最新版本 而台版現在連轉職跟鏈金術士都還不知道在哪 畢竟直營跟代理還是有差異的 不知道是不是要重演以前龍之谷停營前的那招 等人走光前再釋出用來炸乾剩餘價值 但遊戲就這樣有心就玩沒心就玩別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G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170多年 今天不用了 1704年 1704年 2703年